一定要確定說每次上課的東西你是不是都學會了 如果沒有學會的話 我一去可能就是要花時間 那當然每個人程度不一樣 所以可能有的同學程度好的 也許你大概一下子應該都懂 但如果假如 比如說像上個禮拜講的這些 當然就是說如果我今天要需要畫一個 用樞紐分析表 幫我產生一個就是各區的比例圖的話 那當然各區就是說 台北市的切到案件那一題 那當然你要先增加一個欄位是區 區比較簡單 然後要怎麼樣統計出各區 有12區 那12區的數量到底哪一個區是 切到案件最多的 也就是治安相對比較差的 然後 那其實最後的話 就是還要再結合那個什麼 那個錄製區 所以後面的話就是要把那個錄製區 把它錄下各區的那個有沒有 各區的比例圖 就是說 等於一個按鍵按下去之後的話呢 它就可以幫我把那個各區的比例圖自動產生 那當然要產生圖之前 要先產生樞紐分析表 OK 這個東西的話 前面部分是手動的 然後後面的話呢 我都要把它自動 讓它自動產生的話 那當然呢 難度其實就變得比較高了 有沒有 所以必須要怎麼樣 如果你不會自動產生樞紐分析表 跟樞紐分析圖的話 那我們上個禮拜其實做了蠻多練習 那難度還蠻高的 可是呢 其實我都要把一些重點 把它記錄下來 而且雲端上面其實也有做完的那個程式 那當然需要修改的部分 我有幫各位用那個什麼 黃色的那個底色的部分 把它就是標注一下 所以剩下可能回去就是要練習 這個其實還蠻有點難度的 可是如果你假設會做的話 其實以後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包含就是說 如果你要快速產生很多的樞紐分析表 產生的報表結果的話 或者是說你希望 可以快速的幫你把那個圖 等於是資料把它做一個視覺化 圖像化的輸出的話 那當然這個是一個還蠻好的方法 而且可以非常快速有效率的 那只是說這個背後呢 基本上就是VBA的程式 還有呢 另外我們有做一題比較難的 就是那個路街道有沒有 因為呢 這個路街道的那個欄位 它本來是沒有存在 但是如果你要讓它產生的話 那有點難耶 為什麼 因為地址裡面有哪一條路 哪一條路 哪一條路 比如中校東路 哪一條街 有沒有 哪一條道 可能市民大道吧 那它這個地址 比較麻煩 就是沒有統一 因為它前面可能是有零的 也有裡的 可能有零的 但不是全部 部分有零 然後部分有裡 那全部都有區 所以我們其實要想一個方法 可以取得那個路街道 這個位置的資料 那個的話呢 當然喔 其實複雜度就還蠻高的 所以以後你遇到這種 要不確定位置的資料 那你可能就是結合Find 再結合IfAir 最後再結合Mid 就可以把那個路街道的那個資料給取出來了 但是 這邊可能要需要做三次的IfAir 為什麼 因為 Find如果Find不到的話 它就會出現Air 就是錯誤訊息 那利用IfAir 再去找其他的資料 OK 那其實我是覺得難度還蠻高 但是還蠻好用的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要找的資料 它就不是在固定的位置 而且它前面跟後面可能也沒有固定像刮弧 或者是豆點 或者是其他的那個符號 那怎麼辦 這個時候你可能需要用到Find結合IfAir 最後用Mid的方式 把它取出來 所以這個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 當然如果你假設 不會用這個方法 你只能塗法煉鋼 那真的是 應該是永無止盡的 這個浪費時間而已 OK 好 所以這個是上個禮拜講到的部分 那理論上影片 其實我都有寄給大家 應該都有收到 剩下就是自己要花時間了 有沒有 每個圖其實都有 上個禮拜有七段影片 錄下來時間應該有一個小時吧 所以如果假設哪個地方不太懂 可能就是自己要再花時間 那因為我們第一次上課之後統計 其實大家的程度都不一樣 好像有一半以上的同學 一半左右同學是入門的 所以假設你是真的還是聽不是那麼懂的話 剩下來真的就是要花時間 至於花多少時間 可能每個同學都不一樣 真的有的時候真的 就是一個問題 可能要花蠻多的力氣把它整理 好 那今天的話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第四個單元好了 上一次前幾個禮拜都是第一單元 所以再來我們再來看數學函數 那一個是文字一個是數字 OK 那數字的統計的話 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請各位待會幫我看一下第四個單元裡面的最後這個範例 叫做康一福的那個什麼 樂透彩中獎基於統計 那這一題的話就跟數字比較有關係的 就不是文字了 所以這個是文字嘛 上個禮拜的這個 歷年切到這裡 按一下 這邊就出現了 這還蠻快的 蠻OK的 把它關起來 好 那請各位待會幫我開一下這一題 就是第四單元的最後一題 叫樂透彩中獎基於統計 那其實這一題呢 剛剛顧名思義 其實就是算什麼 算那個什麼 哪個號碼 出現的次數最多 再來算機率啦 OK 比如說我今天 那個樂透彩的它的規則是 它總共有42個號碼 1到42號 那我想知道 101年 到底出現1號的次數是多少次 那你說101年 開獎的結果在這邊 101年有沒有 然後它的規則很簡單 六個號碼 D到I有沒有 那這個是一期 加一個特別號 那反正一期 我們就算七個號碼 就是特別號是一個號碼 另外還有六個號碼 那當然你會想說 那總共 這邊總共有幾期 你會發現這邊是 應該看得出來吧 期號應該101 就是101年嘛 那99應該就第99期 所以你會發現 這一年 Ctrl向下 有沒有 第一期在這裡 第一期的號碼 然後 開獎的日期也在這裡 然後 第二期 以此類推 那當然 假如 這邊1號出現的次數幾次 那假設你要算 你當然不會傻傻的 用眼睛去算 一次兩次三次 有沒有 哇 這算我看應該也累了 OK 那你要怎麼知道說 這麼多號碼裡面 1號的次數是幾個 所以 以後如果遇到說 你要算某一些資料 當然不只是數字 其實文字也一樣 出現的次數是幾次的話 那你要想到一個函數叫count 後面叫if 但其實count 本身就是一個函數啦 count 中文的意思就是算次數嘛 count 你幫我算數量幾個啦 OK count一下 那if的話呢 就是條件 所以如果假設 我們要算出什麼 1號 它在101年開出來的 次數的話 那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利用什麼 那個統計類函數 這個 我向下 找C開頭的 這邊就有點知道什麼 其實count的群組的話 有沒有 count的就算 那其實底下有說明 那count這個函數 它主要的用途就是說 計算範圍中 包含 特別注意關鍵字 叫數字 也就是說 你要算的 不是次數 它就不把它算E 所以如果假設裡面是文字 它不算E 一定要是數字 OK 所以如果假設 你要算它的那個資料裡面 不是只是數字 而是所有資料都算的話 那你可能要用countA 不能用count count只能算數字 那其實以這一題來看 因為我們的中獎號碼都是數字 所以其實你用count可以 但是你說 老師用countA可不可以 可以 countA也可以 因為countA 反正它是不管任何形態 數字也OK 文字也OK 那只要是什麼 非空白的 也就是說 只要它裡面不是空的 那它都算E OK 另外底下還有如果假設你說要算空白的 那就countBlank 那底下還有countIf countIf的話 顧名思義就是 你需要給一個範圍 它幫你找那個範圍裡面 如果條件是什麼的 OK 你可以countIf 那底下還有一個叫countIf加S 那這個S的話 就多條件 也就是說你條件不只一個 可能範圍 範圍可能也不只一個 或者是範圍一個 那條件好多個的話 他說計算特定條件 或準則其所指定的 那其實這個地方 如果你有多條件的話 那你其實可以用countIfS 那不過以這一題來看 因為我們基本上就是一個條件 數字啦 所以這一題來看 你可以countIf有沒有 然後它兩個條件嘛 那range的話指的是 你要找的那個範圍 哪個範圍 就是101年的 那個所有開獎號碼 那個所有開獎號碼 是從哪裡呢 從D2 D2這個地方 一直到哪裡呢 到追的這個地方 追的100 所以你按續個鍵 再去選 有沒有 實際上它選到的一定是 跨工作表 所以你可以看到 前面是工作表名稱 金探號 而且工作表名稱前後 一定要單引號 然後後面的話 加上它的範圍 下面這個參數的話 就是條件 什麼條件 就是1號開出來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的右邊 這個就是一個範圍 其實你會發現 右邊它出現了 就一個大瓜糊 所以你假設出現大瓜糊 在Excel裡面 實際上指的就是正列 所謂的正列 就是多個資料 OK 有沒有發現 它其實就是 一開始 它是1 等於是我選的是7個號碼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是7個號碼 這邊有個分號 有沒有 所以7個號碼就1期 然後分號 這個應該後面就第2期 應該在分號 在第3期 第1期類推 那在這麼多的範圍裡面 幫我檢查一下 有沒有Match是1號的 有沒有 它幫你馬上算出來 總共17個 所以如果假設 你用眼睛看 我覺得還不見得 算得會正確 有時候你算1 2 3 4 有時候你可不可以漏掉 但是跟各位講 如果用電腦來算的話 絕對不會出錯 OK 出錯的機率 我是覺得應該是 應該是0 要不然它除非當掉 不然的話 不太可能算錯 OK 好了之後的話 當然你按確定 可是我們會需要 把其他的號碼 一起把它算完 所以你像他填滿 但像他填滿有個問題 它範圍一定會跑掉 有沒有 你這邊的話 他這邊101年的 第2到J100 下一個變成 他加1 所以要記得 你像他填滿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 請你在那個Conif的 那個範圍的地方 就是這個range的 第2 前面加一個前的符號 J100前面加一個前的符號 否則的話 它向下填滿 它的列號會自動加1 那就錯了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可能要先把範圍 先自動加1 然後向下填滿 好 那這樣子101年的算完 那102年其實也同樣的方法 你可以 你要把兩年的這個 出現的次數加總起來 其實排名就出來了 算次數的話 可是如果算機率怎麼辦 機率的話就處理它 全部的號碼數量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先把這個範圍打開 然後先了解一下Conif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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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